因应武汉肺炎对产业带来的冲击 行政院纾困计划依照特别条例的规定 600亿元的上线预算编列 包括防治经费196亿元 纾困振兴经费则有404亿 除了要帮助产业度过难关 劳动部也因应疫情 要给予劳工无薪价补贴 金额是以劳保投保薪资作为基础 补贴劳工减搬薪资的差额一半 入无薪价劳工的薪资是45800元 减搬的薪资23800元 就可以获得一万一千元的补贴 每个人最长还可以补贴三个月 计划细节预计在三月份就会公布 餐厅空荡荡几乎没什么客人光顾 武汉肺炎冲击逼得餐饮观光业 只好让员工放无薪假 劳动部则为了帮助劳工决定寄出补贴 可是有很多是自聘的部分 并没有所谓雇主 这部分劳动部有没有更全面一个处理 否则只照照照照顾到部分的 治标跟治本本来就都要一起做了 那治标当然就是说 如果目前你立即在生活上面遇到的问题 就要能够立即的去协助你 预计将编列41.25亿元 动用就安基金10亿元 去补贴减班休息劳工的薪资 金额以劳保投保薪资为计算基础 将补贴劳工薪资差额的一半 因此如果一名无薪假劳工 劳保投保最高级距45800元 减班休息期间 薪资不低于基本工资23800元 差额22000 安心就业计划就补贴差额的一半 可领到一万一千元 一人最长还可补贴三个月 视情况延长 劳动部释出善意 劳团乐观启程 当然是乐观启程是好的 因为这个计划 目前还是要由企业来提出申请 企业愿不愿意来跟劳工 签订这个缩减工资的协议书 这个部分也有可能造成 这个劳工就没有办法来领到 C则公布前 各界都派劳动部能有周全规划 也让补贴看得到吃不到 中央则秉持雨露均粘 立竿剑与纾困产业 27号院会编列特别预算 包括防治经费196亿元 纾困和振兴经费则高达404亿元 协助业者将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 周静雄 校尔治台北 参谱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